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浪漫哥 我的频道有生活的 有技术教程的 有软件科学类的 还有心灵鸡汤类的 还有就是解决各种问题的方法 我这一期视频都有 包括治疗早泻的唯一方法 请看我的视频 里面都有 在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个小技巧 我们有时候科学上网的时候 发现电脑重启以后 我在开网页的时候 国内的网站都打不开了 然后出现错误的连接 怎么解决呢 这什么原因造成的 技巧告诉你 你的科学上网那个软件 还在开启没有关闭的情况下 你就直接把电脑关掉了 你再重新启动 然后进入系统的时候 你在开这些网站的时候 国内的网站你都开不了了 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解决的方法 其实非常简单 打开你的科学上网的软件 重新登录下 登录油管的之类的 一些国外的网站 登录完了以后 你再把科学上网的软件关闭 重新运行你的浏览器 国内的就正常了 好小技巧讲完了 现在进入我们的主题吧 我的频道一般都是以解决问题为主 包括一些什么教程之类的 如果以下的内容对你还是有帮助的话 不要忘了给我点个赞 今天呢 还要解决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 如何让我们上网上得更舒服 不要动不动 就像前几天上 科学上网啊 出去以后啊 被人家给带去喝茶了 今天就是告诉大家 如何更安全的更方便的 让我们轻轻松松的 哎 去科学上网 同时呢 避免自己不必要的去喝了那个茶水 科学上网安全指南的一个教程 先说一下前段时间啊 盛传的啊 有个人啊 樊江出去 被公安带走 然后呢 处理了一下 这个问题呢 今天就好好讲解一下啊 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 后来了解过以后呢 他们是在推特上面啊 发了一些文章 比较转推嘛 同时再加了一下自己心中的感慨啊 等等等等等等 这感慨以后呢 就知道了啊 那就把他找到他了啊 那请他去喝一下茶啊 然后聊聊天啊 那个稍微处理处理 那有些人就很奇怪了 他们怎么知道了 我今天就有技术层面的方面吧 来探讨一下啊 这个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首先你注册推特的时候 是用了自己国内的手机号码 注册的推特 当你推特注册了以后呢 你想 我自己的私人的号码 我注册了 他可能就不知道了啊 但你有想过没有 推特当中有个 既有异常登录 或者异常的一个情况的时候 他要发一个认证码 认证码的时候是前三位露出 后三位露出 中间的四位还是五位 我们就记住了 反正后中间那几个位数字 是不会给你去隐藏的 打XX的打信心的啊 这个时候他要查你的话 很简单 就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是 发出一个认证码的一个指令出气以后 发出一个指令以后 唯一的能接收的 也就是那么几个数字里面的那些固定的客户的那些数字的人 那些数字的人呢 在同一个时间段 接收的认证码的号码 就能定到你的手机号码的数字出来了 这就是查出你的方法出来 所以呢 在推特上面的安全的一个教程就是 不要去发些感慨哦 你就是发一些情怀啊 生活类的啊 然后心情类的啊 朋友交往的 你看看的啊 都没有什么事情 你要去转发 你要去感慨方面的 如果要查的话 就很简单 就这么给你查了 怎么解决呢 我还是 我还是奉劝大家 在推特上不要这么去做啊 当然了解决方法的话 其实也很简单啊 用国外的一个号码啊 进行注册登录就可以了 那你说我手里没有 没有呃国外的那个号码怎么办呢 那就用 微记啊 谷歌的微记啊 虚拟号码进行注册吧 那第二步的话我就先讲一下那个微信 微信安全 那微信安全的话 到以前的话也发生这种事情 就说你在 微信里面 我在一个群里面发出了一个 发出一个更大的感慨的一些 抛出去了一些东西出来啊 比如说啊 公安局啊 记住了啊 微信是有监控的啊 微信的所有的数据 他会转到那个后台的 所以说呢 在微信上面去谈东西的话 你不要去 不要去发一些这些内容啊 因为这个是他会自动的把它里面的内容 就上传到后台了 后台进行分析了 然后转成人工 然后人工进行监测 一看这个分析到这个确实是个问题 然后他就把这个数字在 呃 直接去上报了 所以呢 你就不要在 微信上面这些去去去去去 去做 这些事情就对了 因为微信确实 也是这个 啊 是有在监控的 所以说解决方法的话 就不要在微信上面乱发啊 实在不行的话 你就用个电报之类的 跟人家去 聊聊天啊 之类的 就用那种方式去聊天 微信 就避免了吧 我现在微信也是自己家里人聊聊天什么的 然后 呃 搜索 搜索款 付货账 去用这些东西了 当然了我也没有更深的东西 在微信里面去 发啊 我是没有了 有些朋友说了 哎 这很简单了 我早就知道了 其实 有更多的朋友是不知道的 我是避免了大家 去不知道的朋友去出这些问题 还是那句话我们正常的科学上网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啊 这个浏览下油管哪这些内容啊包括这个谷歌这些内容呢都是很正常的一个常态的问题啊 也没有人去去管你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儿 还有就是VPN上网的时候啊 我们就是科学上网的时候那些工具 呃 在使用当中呢会出现一些问题 其实工具都很好的啊 问题出在你电脑预装的一些东西上面啊 比如说吧啊 360 我就告诉大家一个事儿吧 我欠大家是把那个360卸载掉啊 如果还想系统优化一点的话你去到我那个 到我那个频道里面找那个系统清理的那个软件啊 365把这个系统清理一下就可以了 本来 Windows系统里面都已经 很好了啊 安全性各个方位都做的已经非常不错了 然后你用那个的话 300卸载掉以后你会 速度快的不得了 舒服的不得了啊 业内的说法吧 就卸载掉的对了啊 不要去装这些东西啊 就没有错 因为据我所知装360的电脑 然后你上VPN啊这些东西的时候 会经常被阻断掉啊 哎 这个答案够不够吧 啊 还有的就是说我那个知识面吧 嗯 不算太窄啊 还是比较宽的啊 那个说的不好听 上是天文下是地理啊 左通右通啊 什么差不多也都懂一点 嗯 有什么大家不明白的一些事情吧 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啊 我在后面的视频上面呢 会帮大家去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生活上面的常识也可以 我会从这些问题当中的挑选一些那个经典的啊 比较有有意思的 然后呢我到时候就在后面的视频里面给大家去讲解一下 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了 喜欢我的朋友请订阅我的频道点个赞哦 再见 拜拜